今天新闻一开始为您插播头条的产业消息 目前全球的车用晶片还是在持续短缺的状况之下 台积电在南科专门生产车用晶片的厂区 就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多传出了大停电的事件 外界预估可能会因此损失10亿台币 而这停电的三个多小时有三万多片的晶片受到影响 对已经大缺货的晶片产能影响可能难以估计 台积电南科14厂14日下午一点 全区大停电一度还传出仓区人员紧急疏散 不过台积电澄清确实有停电但没有人员疏散 而且当下已经靠柴油发电机复电全力抢修中 台积电用紧急的供电系统UPS在应急 那目前在修复中预计下午4点会完全修复完成 这次停电的原因台电说明上午11点06分 因为园区厂商办理新建工程进行地卯施设作业 不慎务损台电电力管线才造成线路跳脱 仓区大停电初步确认影响厂商 还包含全创联电汉与康宁汉南茂 很多厂商就马上启动所谓的备源方案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的是 那种厂区不能够停电的 包括说以半导体或是以面板 它可能影响会相对其他的厂会比较大一点点 根据了解台积电南科14厂P7 专门生产40奈米 也就是目前最短缺的车用电子晶片 月产能落在3至5万片 外界预估损失金额落在10亿元以内 受到影响的时候它是受到的冲击 以台积电来说是相对比较小 那当然这个对台积电冲击很小 但是反过来因为40奈米主要是用在什么 包括说像LCD的驱动IC 有部分产品可能用到这个 包括说车用的或是部分比较低阶的网通产品 台积电从3月底先是中科大缺水 还触动水车抢水 接着竹科厂也发生火灾 造成一人受伤 护国神山台积电 如今这三个多小时的停电 又再度让全球车厂下出一身冷汗 东森材林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影响台积电产能最大的变数 可能就是这个缺水的问题 供应竹科用水的保二水库 一直没有与水进账 导致取水塔赤裸的矗立在水库里面 再倒数25天水库就会完全见底了 而宝山水库同样也很惨 蓄水量剩不到两成 新竹缺水的窘境非常急迫 另外今天下午高雄嘉义地区 有热对流的影响 水利署就立刻在仁义潭 增稳水库等地燃放增雨宴祭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增加水源的机会 放眼望去供给竹科用水的保二水库 水已经见底 三只巨大的取水塔 比值得站在水库里几乎没有水衣覆盖 还有岸边上一道一道已经干枯许久的水壳 水库的底线不断被突破 跟以前比一比真的差好多 中间取水塔作为基准点 明显发现水位一路下滑 如今的柱子赤裸裸地矗立在水库里 缺水窘境一目了然 直击宝儿水库状况 目前蓄水量7.3% 只能再供应25天的用水 而且不止宝儿水库 新竹宝山水库也是惨兮兮 甚至还可以徒步走进水库里 踩着均裂的库底 往前一看 简直就像退潮的海岸边 靠近一点更可以清楚发现 水位退缩的震撼 甚至库底已经有了一丛一丛的杂草 自艺的生长 宝山水库蓄水量虽然还能供给60天以上用水 但蓄水量也只剩下18.4% 而根据气象局资料 14日嘉义高雄午后 也有热对流影响又降雨机会 水利署立刻通知仁义坛 增稳水库等地的地面人工增雨作业小组 在下午1点30分燃放了增雨宴祭 另外桃园石门水库13号晚间 再度尝试燃放人工造雨宴祭 哗啦哗啦的雨随之落下 不过还是不够 虽然累计降雨有3.5毫米 不过蓄水率还是跌破三成 还有在南投日月潭对比之前水情还够好的情况下 水位满到不行 三年前犹如一枚玉宝石戒指 三年后尤其近几个月 水位退缩 只还变得更瘦小 游客触游直击也直呼 真的好震撼 缺水窘境到底什么时候能解 中南部民众只期盼老天能早日赏脸降下甘霖 解决缺水危机 东安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 再把镜头转到日本 日本政府昨天决定要将福岛的核废水排入到海洋里面 这项决定引来周边国家的抗疫 德国一项研究更指出 当这个核废水排入大海之后 预估五到七天之内 就会遍及到整个太平洋 五十七天之内 而日本政府现在为了要扭转核废水的形象 居然设计出了放射性物质 穿的吉祥物 让网友都看不下去 福岛核废水排出之后 随着洋流不断的扩散 经过五十七天左右 就会遍及整个太平洋 而十年之后放射性物质 将会蔓延到全球的海域 对渔业和人体造成不良的后果 来自德国的海洋研究中心 所做的电脑模拟研究发现 即使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 美国以及加拿大也难逃一劫 我欢迎这个重要的预告 这是一档架 帮助在福岛核废水排出 日本排放核废水遭到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的抗议 但联合国核子监督机关 国际原子能总署却替日本背书 首长格罗西甚至表示 国际原能总署也已经做好支援日本的准备 而即使如此 日本国内反对的声浪还是不断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的一番话 更是引发了众怒 麻生太郎这样一说 网友们纷纷要他自己先来喝一杯废水 因为看看镜头前的首相菅义伟 嘴上说可以喝 手里的那杯水却迟迟不敢喝下肚 一只绿色生物趴在水里 日本政府为了扭转核废水的形象 竟然还替放射性物质穿 创造出可爱的吉祥物 希望能够增加好感 但这样却引发网友的踏伐 认为这样的举动根本适得其反 日本政府希望平息外界的讨论 恐怕不是靠一只吉祥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总和报导 日本要把核废水排放到这个海洋里面 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受到影响 那我们吃的海鲜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日本打算两年之后 把这个福岛的核污水排到太平洋当中 可是随着洋流的活动 整个太平洋的鱼类 一定都会受到了不少程度的冲击 外界估计首当其中的就是秋刀鱼了 为什么呢 因为秋刀鱼的渔场距离核废场最近 接下来还会影响到像是鳍鱼 鱼 甚至台湾附近沿海的鬼头刀 现在渔民和摊商都非常担心 各式各样的鱼类在摊位上一次排开 最新的开始在 但是两年后恐怕要买新鲜的 你还会考虑一下 就是因为日本宣布 要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污水排入太平洋 鱼犯忧情重重 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东部的 比如说马头鱼 秋刀鱼 鬼头刀 青鱼 几乎所有的遗列都会污染 什么意思来看图你会更清楚 福岛排放核污水最先冲击到的就是秋刀鱼 因为秋刀鱼的鱼场距离核电厂只有720公里 再随着北太平洋暖流流往加利福尼亚凉流 再来受影响的就是随着洋流跑的骑鱼跟鲑鱼 至于北斥到洋流绕行太平洋之后 来到台湾附近的沿海 还有鬼头刀青鲜等鱼类可能受影响 那是海流 你怎么营练 没办法真的 没有办法防备的啦 鱼犯担心影响鱼价跟鱼品质 部分学者也担心食物链 譬如浮游植物受到附射影响之后 再被浮游生物或者是小鱼虾给吃掉 再来大型的回游鱼类 再吃掉这些小生物 进而影响整个食物链 寿命长的体型大的 在缩往高层的 理论上它可能累积的时间比较长久 量也可能比较多 众人院研究员认为 辐射也可能往海底沉 例如深海底漆型的生物 像是帝王蟹 雪场蟹等 也有可能备受污染 我们这边目前的帝王蟹 也有日本的 别海道的 也有纳维的 可能会大家都气象于纳维那方面 虽然洋流回来一圈 需要等一年的时间 也能因此透过大量海水来稀释 但到底会不会影响海鲜 专家认为到时候还是得经过 科学化检测才能得知 东西吴学长举说明 都应应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剩下不到一个月就要报税了 线上报税除了用自然人凭证之外 今年用手机也可以报税了 只要4月28号上午8点开始搜寻 报税到财政部的网站 就可以下载所得税的资料 但是不是用于现金缴税 或者是说你要编修资料的报税人 5月报税季又即将来临 除了自然人凭证外 今年还多了手机报税 只要搜寻报税 进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 选择手机本 就可以透过手机号码 与健保卡卡后认证 4月28号上午8点 开放下载所得税资料 5月1号当天就可以准时报税 适合不用编修资料 也不必减负文件的民众使用 但不提供现金缴税 或者申请延期分期缴税 每年报税除了抚养侵权 节税最方便 今年报税又提高了基本生活费 从原本的17.5万增加7000元 每人18.2万元 如果以一家四口 基本生活费72.8万元 其他扣免额不变下 税率集聚5%计算 可以省税1400元 若12%计算 则省下3360元 而因应疫情影响 财政部也持续提供纾困措施 医事人员费用率 可直接按原费用率的 112.5%计算 增加扣除成本费用 我们非上市商贵 交易的股票 它的所得 今年是已经不再免税了 但是这个报税的适用 是从明年才开始 报税季胜不到一个月 就要登场 提前试算做准备 就能降低荷包 失血程度 东三财经新闻 现为于家豪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